沿乌江涉流而下 我们就来到了贵州省 同仁市的思南县 思南县有1800多年的历史 也被称为前中第一郡 这里还是乌江中游 与下游的分界点 更是几百年来 穿沿入仙的中转站 我们远方的家设的组 在思南县城拍摄的时候 就曾拍摄过 位于乌江西岸的周家延号 再也是吧 你好 您好 这位是 周伯伯 周伯伯 这位也好 周伯伯 答扰您了 周一红老先生 是周家延号第三代传人 他的祖父周皋黄 十几岁时 独自一人从重庆宫滩 做教而上 来到思南经营小本生意 后在同乡亲友的帮助下 开设延号 取名和顺 专组食饮批发 青道光年间 周皋黄历时三年 花去三万两白银 在思南的黄金地段 建起了这座 一商一居的深宅大院 周家延号 是一座古朴典雅的四合院 听周老先生说 从前从这里推门 就能看到乌江 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 眼前的这栋楼 把延号和乌江各开 这个门就是 也是原来的这个古门了 对对对 把它翻开 看看里面 现在这个延仓就已经是 把它改成了一个 其他东西 改成了一个自己用的仓库了 这就是小船 运盐的 有多少年历史了 这个船 这个有百多年了 百多年的历史了 就是当时从乌江上 运盐的船就是这个 像这么一个船 能装多少新盐巴 两三千斤 是乌江的船 包括四南一带缺盐 但盛产同游 从前盐巴都是从重庆福林 沿乌江逆流而上 运到四南 然后船内在庄满通游 顺流而下运往长江 来回要二十几天 在延号内四处走走 随处可见古朴的家具与装饰 这是在正门这个位置 有什么作用 我看这就是一个凳子 现在讲是云式的顶钞机 顶型的 怎么点 原来是用银缘 或者铜板 假如银钞 它是正高 比如白象一样高的话 它是养领 就是为了一个方便 数钱方便 数钱方便 摆满了以后 我只用数一下 有多少个这么高的 对对对 就知道有多少钱了 应该这个很久 这个我能看出来 这是个舌吧 是吧 因为它吐的舌头 它这有个蹄子 感觉像是马的蹄 是不是马蹄 像 中文有句话 叫做人心不拘 谁吞向 就是小本生意赚大钱 这个呢 这又是一个前凳吗 也是前凳 但是这是一个什么呀 这是个龙 是龙吗 就是龙吞向 意思就是说 咱们小本经营的时候 也是蛇吞向 然后逐渐的 咱们生意做大了 有资本了 就变成龙吞向了 对对对 从重庆福林到贵州四南 乌江上的延号 曾经兴罗齐步 仅四南一地 就存在过70多家 但现在保存完整的 只剩下周家延号 它是周家祖先攒下的家业 记录着乌江延运的历史 这座经历160多年 风雨的宅院 每一处都让周老先生 感慨万千 这就是您的家风 是吧 创业为奸 守成不义 也就是这个是告诫 咱们后人的 后人 守成不义 真的是不容易 把这个家产保护下来 对对对 这边还有 为中为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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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人 就是要讲忠孝 对童子要忠 对父母要孝 对老年人要孝 要可敬可勤 可敬可勤 就是说这个人要勤劳 要勤劳 勤紧勤奋 这座乌江边的周家延号 经历160多年风雨 它不仅是一个延商 新家立业的见证 也是四南发展变迁的 一个缩影 为了领略曾经的油盐古道 向导周永红 还带我们坐船来到腾龙峡 我们现在是不是已经离开市区了 现在已经是离了而上 进入了乌江的腾龙峡 腾龙峡 我们可以看一下 现在船的两边是这种悬崖峭壁 对 是吧 这种是一种什么地貌 这种是一种卡式的地貌 乌江流域特别的险 但是我觉得行驶在上 可以看到整个湖面 还是比较平静的 没有您说的那么险 是为什么呀 它这个乌江是一个特色 下面的水非常急 水的下面会非常急 暗流 暗流涌动 暗流流动 是这样 腾龙峡峡位于四南县城东 距离现场大约三公里 远远望去 峡谷两岸微雅耸立 宛如天然屏障 这里曾经是当年乌江的油盐古道 上下往来商船众多 大约行驶了一个小时 我们来到了龙底江与乌江交汇处的两江口 在峡谷的绝壁上 依稀还能看到当年的古千道 大约走了一个小时的路 对 现在看到了这个就是古千道是吧 进入两江口 就是青年古道 就是在它这个悬崖上面 好像是镶嵌进去的一样 是不是 就是拉船的轻浮 在上面爬去走 爬着走 手抓住石笛 就蹬在这个石头上 把这个船拉上滩 崖壁之上 狭场的千道让人惊讶于 当年它是如何被开凿而成 听田老师说 乌江水险 当年船行险滩必须考 潜伏拉茜 才有了人员货物的顺利往来 我们在一处潜滩停船 田老师告诉我们 从这里就可以走上古千道 可以站着的 已经走到千道上了 这还能再往前走吗 可以 还可以 田老师我问您一个问题 这下面水多深 这下面三十多米吧 三十多米 我觉得这个问题不该问 千道离江面大概有十几米高 仅容一人通过 刚走几步就让我们觉得心惊胆战 田老师刚才在一进古千道那儿 感觉还能站起来 在这儿就已经站不起来了 这个高度 高度应该是一米多一点吧 一米多一点 矮的地方不到一米 矮的地方不到一米 我们看现在这个位置的宽度 宽度 差不多是一米左右 但是有些窄的地方 这真的就是五十公分 还不到一米 越往前走 嵌到越窄 我们已经无法继续向前 很难想象 当年嵌峰们是如何在这样的崖壁上 一边喊着耗子 一边拉着沉重的船只 逆水向上 虽然拉前既艰辛又危险 但在乌江两岸 当年很多人都以此为生 当时咱们这儿会有多少人 以这个拉前为生呢 它这个整个乌江 当时有两万多人 从福林到西南这个地方 还有从事搬运的 大概有五千多人 五千多人 从这些数字 其实我们也能看出来 当时乌江流域的这个船运 运输是多么的繁荣 多么的发达 江水奔流 古迁道上 没有了往日的耗子 乌江作为沟通川前两地的沿路 也早已完成了他的使命 斯南地处乌江航运要道 这里自古不仅商贸繁荣 而且素有崇文众教的传统 这与明大的一位斯南人有关 他就是被人们称为 贵州教育新贤的田丘 田丘不仅改变了 很多读书人的命运 他在任四川省暗查史时 海奏书朝廷 疏通乌江航道 使川沿顺利进入乌江腹地 国家税收因此增加 商人获得利润 老百姓也有了延失 这件于各方面都有利的举措 推动了乌江两岸的文明繁荣 疏通航道以后 川沿如了前 就是离水而上 看到了这个潮底 两三这个玄业局底 觉得它就是贵州的 一个群厅之处 然后它是一个诗人 提笔 欣然写下 情中底座 田老师我看到这有一张照片 就是那个大石头是不是 田老师帮我们请到了专业降导和潜水员 带领我们乘船从四南县 前往德江县潮底滩 一起潜入水底 寻找潜中砥柱石刻 2013年7月 潜中砥柱石刻 因乌江沙头水电盏蓄水被淹 在淹没之前 与我们同行的摄影师吴安国 曾经多次来此拍摄 为保证这次水下摄影顺利进行 记者事先要接手潜水员的培训 杨老师你好 我看到这些是一些比较专业的设备 是不是 对对对 这个是气瓶 调节器 面镜 挖鞋 就整套的潜水装备都在这里 以我们现在的这个专业角度看的话 在淡水水域的话 能见度超过5米的情况下 去完成这个拍摄 应该是可以的 船行十几分钟后 吴老师告诉我们 马上就要到达 潜中砥柱石刻所在的位置 那个树下面20公尺左右 就是一条路 这条路就是岸边的路 岸边的路下边的路边 就是那颗潜中砥柱 就是那颗树 那颗就是跟其他颜色比起来 颜色稍微重一些的那颗树 船靠加满面 潜水员杨熙开始检查各种潜水装备 听他介绍 潜中砥柱石刻 大约在水下20米的深度 因为水下情况不明 记者又缺乏潜水经验 两名潜水员决定先下水探查 杨老师现在已经准备就绪了 就要下水了 然后带这个呼吸器有什么讲究 这个你首先检测 这个是不是很正常 什么意思 按压 按压 按压中间这个位置 它主要就防止 比如说你挂在仓库 或者别的地方摆放的时候 有那个杂质在里面 你要按压 然后在水面进入水 水面以后 你要按压是什么情况 就是在你带上呼吸器之前 要把那个里面的水排干净 为什么 不然你就会呛水 会呛着 一口吸气的时候会呛到 要把水排干净 然后再带上 两名潜水员下潜 此刻乌江水下能见度不足三米 要在如此浑浊的水中 寻找一块石刻 难度可想而知 两位潜水员 在十米到二十米左右的深度 反复搜索几次后 并没有发现目标 向导找来熟续水浸的渔民 听他们说 因为水位变化 潜中砥柱石刻 现在大约在水下七八米的位置 大哥是在哪个位置 很确定 到那个位置再去看一下 有有有 那我就跟刚刚他们说 那个有点出入 有点出入是吧 因为你在水面上说 大概在那个位置 那么下水可能就会偏差五米中 因为下去的时候 不能保证它是垂直 对对对 因为水下流动 它这个水始终是流动水 你下去 你可能会成漂浮状态就过去 再次检查装备后 两位潜水员开始第二次下签 有了渔民的帮助 潜水员很快就发现了石刻的位置 老师 杨老师 你已经找到了吗 钢丝绳定会在这里了 你发现什么东西 他们当初掉的钢丝绳 掉的钢丝绳 从这个能判断是吗 对 吴老师 刚才杨老师说的是 发现了一个钢丝绳 能判断是吗 能判断是 为什么呀 当初就是为了把这个 清起来的时候 正在施工的时候 那上面用钢丝绳掉住了 用钢丝绳系住了 也就是说在这一片的石头里面 只要有钢丝绳的 就是那一块石头 石刻在水下七八米 这是一个潜水初学者 可以尝试的深度 在潜水员的帮助下 记者也开始穿戴潜水装备 准备下潜 这就下去了 这个是OK的手势 看着老师跳下去特别的轻松 我现在心里是又想下去 又非常的紧张 真的 就感觉 直接 我干嘛 走下去吧 那皮直接入水 直接入水啊 我下去了 好嘞 由于缺乏潜水经验 接着下水后 一时间很难潜入水中 在潜水员的帮助下 费了很大力气才渐渐入水 记者跟着潜水员 沿着钢丝绳一路下潜 很快就找到了潜中砥柱石刻 水下的银石已布满青台 但在强光手电的照射下 暗红色的潜中砥柱四个大字 依然清晰可见 这块石刻如今安静地沉睡在乌江之底 承载着500多年前 贵州省教育先贤田秋 期盼人心向学 人才辈出的理想 从斯南到德江 我们了解到了 穿沿入前的历史 听到了田秋 重闻心学的故事 这让我们感受到了 乌江人坚韧不拔的精神 和重闻众教的风尚 乌江对于生活在两岸的人们来说 不仅是商道 也是文脉 虽然说这段历史 已经离我们远去 但是这种精神 将会世世代代传承下去 请不吝点赞订阅